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我是林德燕 现在论文时间是礼拜五 早上的9点53分 加权指数今天直接开低 最多跌了247点 现在是跌了191点 我想什么原因大家应该也都知道 美国跟中国的贸易大战正式开打 因为美国昨天川普正式签署了对中国大陆要课与关税 而且是重关税 拉高关税 当然不是全面性的 它是有选择性的在某一些区间里面 比如说在智慧财产权部分 是不是能够在中国大陆得到应有的一个享受 那再来就是是不是有被中国强迫并购合资或者技术移转的部分 那甚至于在整个智慧产权权部分 是不是强迫要求能够把技术输给中国大陆的部分 我想有几个项目啦 那只是针对那几个项目的产品 当输往美国的时候会客与比较高的关税 当然这个一开打之后影响的层面是比较大 所以影响层面比较大是会让人家担心以后越演越剧烈 所以导致整个全球股市包含昨天欧美股市的部分 美国已经是率先下跌的 那中国大陆影响更大 美国股市昨天道琼跌了724点 今天亚洲股市一开盘之后 中国大陆影响更深 日本也跌了3%南韩跌了2% 那大陆股市香港一开盘之后 这个跌幅都到3个百分点 所以这个情况其实影响是比较大一点 可是也并不全然是完全都没有机会 这样懂为什么 我们可以看到其实贸易开打之后 美国其实做这个动作也是可以理解的 因为美中的贸易逆差每年高达8000亿美元 中国从中而受惠 美国一直对中国是负成长的 所以这种情况之下 美国采取行动是早晚的事情 是早晚的 那其实大家夹在中间 你说赢家没有赢家 那最后如果事情演变剧烈的话 最后倒霉还是谁还是老百姓吗 因为美国你对大陆部分产品可以高关税 如果说这个产品导致于滞销或者销售下滑 那当然大陆就受害嘛对不对 可是如果那个产品美国人还是持续要用 还是持续要买 那最后转嫁到最后物价上涨 倒霉还是老百姓嘛 因为老百姓要付出更多的一个代价 来采购大陆的东西嘛 所以这个东西其实还是要做进一步的观察 那今天行情一开盘之后台北股市开低之后 我们可以看到大多数的东西的产品 大多数的公司股价都是开低的 可是你要记得并不是全部利空 你不要一听到消息什么股票全部都砍 不是这个样子的 有些是有负面的 有些是不影响的 那有些是正面的 我们先谈负面的 负面就是你产品输网 应该讲说公司接大陆订单 东西输美国 这个部分可能会有负面 尤其是如果有配克高关税的 这个负面程度会更大 所以外销股影响层面是比较大的 好可是外销股里面如果说 你接的是大陆的订单 可是是以大陆市场内需为主的 那个也不受影响 懂是没 所以不要一竿子打翻所有的船 如果说我刚讲过 如果说是接的是大陆的订单 可是产品是以大陆内需市场的 那个就不影响 因为台商有很多在大陆有投资 但如果台商在大陆投资 它是以大陆内需市场为主的 那那个也不影响 影响到只是苏美而已 在大陆内地的都不影响 或者你自己本身像国内的公司 接美国订单 那也不影响 所以其实影响层面区块是比较小的 以大陆苏美那一块 而且是有影响到智慧财产权部分的 或者被强迫技术移转 跟合资这一块的 所以范围其实没有那么大 影响比较大的层面是心理层面 大家感受恐慌的层面 那另外一点 如果是国内内需市场的 那也不影响 懂得没 所以你看升纪股间 今天升纪股普遍开低之后 影响没有那么大 大家都只有1%而已 百略当然就不用讲嘛 因为百略要被全部的收购 所以像升纪股间影响层面就没有那么大 所以你不要一杆子打翻所有的船 全没听到消息 高败就好败败 不是这样 你看1340圣月间开低之后 马上就翻红了 有什么 因为它是以大陆内需市场为主 做鞋底的 尤其它也有接美国的订单 那接美国订单 它不在这位财产权这一块 加上昨天发布财报 EPS6块6 EPS6块6很好啊 国家还四十几块钱而已 所以一开地马上就被接走了 这里不需要去欧北台国票 这样懂得是什么 很多内需市场的公司 完全是不受影响的 你看今天中狱 对 2915的润态权 开低之后马上上来 因为润态权它主要是做投资 而且是以内需市场为主 跟高科技的公司 跟电子产品 影响没有那么直接 在8429 经历也是一开低又上来了 因为这也是以内需市场为主 以大陆内需市场为主 所以很多内需股比如说像 利康今天一开低也是马上上来 因为利康是以国内生技股 健康民品为主 这也没影响 这也是没影响的 所以很多类似这样的产品 这样的公司 你不要受到影响之后 然后就去乱砍 这是第一个 所以我刚刚讲过 然后有智慧产产权侵权 侵权这部分的影响 可能会比较直接 钢铁股当然就不用讲了啦 因为这一次美国把输往 美国的钢品的东西 关税全部拉高 所以钢铁股受伤是最直接的 钢铁股受伤是最直接的 那外销到中国大陆 以内需市场那没差 我刚刚讲过 那直接国内内需股 也没差 另外一个缺货的 你关税不管怎么样调高 如果你的产品是缺货的 那缺货还是缺货嘛 大家还是要用嘛 所以你看缺货项目 比如说被动元件 这一开地马上就上来了 2492一开地马上就上来了 所以我们会去买台 但有些股票涨太高的 退就让它退也无所谓 240巴南亚科 这是属于缺货的 你看一开那么低 现在已经开始上来了 跌幅已经缩小 剩下2%而已 我们从底部这样买上来 其实影响不大 影响不大 包含昨天美国市场 因为记忆体的部分 本来就是属于缺货的这一块 那大陆你说要从大陆消亡美国 几乎是不可能 因为大陆自己本身 记忆体的产出几乎都没有 还需要一直用美国跟南韩的东西 所以这个影响是不大的 所以看美光的部分 昨天虽然跌2块1 可是其实影响没有那么直接 影响没有那么直接 那再来就是如果股价在底部的 股价在底部的 它影响层面也会来得最小 所以最近我只跟大家讲 买底部的基优股 买底部的基优股 就是这个意思啊 3480群创跌一毛钱而已 这影响不大 2409友达跌一毛钱影响不大 那你如果说涨高的 那个自然而然 不要说有没有关系 所以光是被吓到卖压出来 它就会跌得深了 这样懂得想没 所以这个地方你可以去找一些 内需型的行业 不受影响的 基本面很好的 那趁有压回的时候下去买 比如说像字机 这个做补习班的 补习班当然不影响 对 补习班当然不影响 所以这个下来 这个就是减便宜或者好机会 包含 6242 立康 这也是 生技股 下来也都是好机会 你可以往这方面去找 其实赚钱机会蛮多的 像2515 中工 最近 金华集团要 可能要处分金华城 中工是大股东 持股23% 这个处分利益 对于中工来说 会有蛮大的一个影响力 中工股价又这么低 只有7.8元而已 每股净值 有高达 12块钱的每股净值 将近快到13块钱 那股价才7块多而已 所以这个就不影响 有压回人家丢出来 你低接就可以 所以行情压回不是怕 你要把之间的利益 利弊得失搞清楚 找对有利的股票 趁压回下去买 趁压回下去买 我们在这个礼拜六 有办一场讲座 礼拜六我们有办一场讲座 高殖利率的标股选股法 我除了从殖利率的部分下去教你们选标股以外 包含这次美中贸易大战 受惠不受影响的标的 来为大家找比较好的标的 那你还没有报名演讲的 你可以利用等一下广告时间 可以利用等一下时间 打电话进来报名 我们的报名专线02-2392-3988 02-2392-3988 下午的节目我会再为大家准备更多的内容 来跟大家报告有关股市 对你能够找到更好标的赚钱的机会 好的资讯来提供给大家 我们下午见 本公司以望着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 且与所推荐分析至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至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深深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拥拥 谢谢大家